的士业界欢迎政府新规例可以强制特定群组检测 认为可以加大乘客的信心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就认为提供有因比有病症的人做检测 乘客会更大 政府一直有为特定群组提供免费的检测服务 在新规例之下政府可以进一步推行特定群组强制检测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就认为 如果提供有因比有病症的人做检测 乘客会更加大 有病症病毒都不肯去检测 就是因为他怕没有那份工或者没有收入 会不会考虑那些愿意去接受检测的人士 如果真的他发觉是有真的感染 是确诊了之后 他们进医院那段时间就给他们应得的人工给他 以至他们有因去这样做 他又说入境之后的14天强制检测 只可以辨识到九成半的患者 还有百分之五的人潜伏期长达二十几天 入境控制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 仍然要靠市民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的士业界说接连有司机确诊 有市民担心受到感染而少了搭的士 生意被之前疫情缓和的时候跌了四分之一 因为强制检测有作恢复乘客的信心 作出强制检测是司机不会主动作出检测 当然也有问过如果验到阳性我就没有公开了 你不去做我们曾经说过 如果你货布性格行业议论 你便不需要开工了 当我检测之后 因此我自己可以抓得放心 整天可以坐得安心 的士业界说 政府同时要方便司机做检测 包括在每个家庭站 都提供派核酸检测样本瓶 和收回的服务 又应该被司机去到医官局核下的设施 交样本瓶 无线电线机制检测是新的